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进的最大动力 其实人生中会有很多开心和不开心的事 但是能够和三五好友聚在一起 畅聊南北 畅谈东西 那岂不是人生一件快事吗 我就喜欢跟大家唠嗑 大家喜不喜欢听我唠嗑呢 今天还是给大家带来几盘直播局 大家一定也很喜欢收看 咱们先看第一局 第一局这边选拥的话就连环月了 是本身没什么说的 其他的反正肯定不如连环月 对不对 连环月也是我一个很喜欢的组合 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上线非常的高 生存能力也是很强 人四号位两杀一桃 可以了 蔡文姬选择的首量 没什么问题吧 这种武将是可以首量的 并不是说什么武将都不允许首量 有些武将是完全可以首量的 又是二号辣嘴 被蔡文姬选择的首量 很不开心是吗 你可以不量吗 又不是一定非得量 有人抢了首量你可以不量吗 蔡文姬啊 袁绍这种都是可以量的 南蛮入侵 南蛮入侵和你放剑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关系 当然可能他没有南蛮那个花色吧 这边看射 他一个三血的没有双量 可大可能是填锋 何大后这种吧 大勇若切 终于卫国出来了 一输就俩 你出来搞笑的 意思就是你都没有先驱了 你还出来放 你放个鸟 好 蔡文姬肯定没有闪的 有闪必出 因为可以摸牌 出来打团了 就这 蔡文姬说他搞笑 他就说我就是搞笑 这边亮了一个周泰 意思是我可以选择打群 你可以选择打位 但是你们不要打我 我是周泰 那我是不是应该亮个旁统 那么挨打的不就是七吗 当然没必要 你想亮就亮 这六五三血不外 确实还是亮的好 防止卫国来 像疯狗一样咬你 让他去咬七 咬八 咬群 周泰旁统一亮 其他人瑟瑟发抖 主要是你不亮 你也三血不外 万一疯狗一样咬你 给你鸟涅盘了也不好 你也不想涅盘对吧 你咋不说你为什么非要选择 别讨论选啥了 选啥呢 都不知道 位置也不知道 都是随机的 本来就晚上打墨基局 多没意思 决斗 这个七基本上是没了 可以宣告趋势了 你也不可能有什么能活了 这样 再见吧 兄弟 位置不好 是不是很像绿瓶 绿瓶这个时候应该是最恐惧的 好 吃令直接开万键 那这八号不死也得被崩死 因为电脑他断线 他吃令是不会亮的 好 还在挣扎 这个七 行了 基本上七八也死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几个人 在这缠斗了 吃菜不吃菜的都不关键 挺关键的 其实 当然人家群雄肯定不会去死的 人家死了怎么赢 人家死了只是给别人谋福利 对吧 当然也有可能给大嘴谋福利 但大嘴能不能活还两说呢 休想过我这关 变 变了一个邓爱 把点位变了 当然点位也打不到人 再拆掉最后一张 吃令 亮吧 云妹 啥妹也没有用 老妹也没有用 基本上还得去死 人家有激活我们群雄 你去看看脑子 反正你自己去看吧 就尝尝这些这样 其实打到这会儿 这个局势也基本上很明朗 大概率是袁绍死 赵云死 然后剩个庞统 蔡文基 周泰 打两个魏国 然后魏国应该回去死一个 所以你应该去 接下来想一想 后续的四人局会怎么打 好 原刀射了两张方片 然后没有闪 一刀切 看看是什么 前方 田园 田园还想启动 还没有 还启动 启动跟你一样 他骂他 废品 反正屁你厉害 田园 可怜 死归死 不能说死了就不厉害 对吧 这个游戏 游戏经常说 吃令负面你 你说你 诸葛亮 你吃令就别亮了 对不对 你诸葛亮 你吃令 吃令还亮 这不是一根筋的事 对吧 对吧 大部分情况下是亮的 但你吃令 你诸葛亮就算了 你诸葛亮还能苟活一下 给蜀国留点 更多的希望火种 但是最终你可能还是得死 但是呢 多活一会儿 睡一会儿啊 蔡文基 马腾 袁绍没有等到工资 但是蔡文基说 我先狗一下吧 我一雪不乐意啊 我开个大 我回到三雪 接下来就 就肯定先杀个位吧 看看能杀谁 其实这个局就比较复杂了 你们可以想一想 一会儿四人局要怎么打呢 先杀寻优 寻优也只能献祭 无量 孙笨 还是个孙笨 还挺厉害 决一死战 随便拆一下 来吧 你收人头吧 无懈可击 反正现在先打打看吧 养精蓄锐一下 也不着急 因为 这两个位 虽然有强度 但是他也不可能 一下吃个胖子 这边都是各种钢板 好 闪电挂起来 没问题啊 我觉得这种局可以挂闪电 反正也空不住场 这吃个头过了 没牌就不亮嘛 那亮什么 冰也没必要贴 寻优 寻优能活多久呢 帮真机争取一下时间 这时候 来了个桃园 对于魏国来说是个好事 但是 春策觉醒不觉醒的 回个学也没啥坏处 好 他选择去逗蔡文基 反正都是钢板 三块钢板 魏国也很难受 五股风刀 顺 拿什么 拿乐 那我拿火攻 我作为一个黄云英 还是要拿一下火攻的 无从下手 看见没有 这种局其实 四个国家都很烦 你觉得谁好赢 都不好赢 其实 蔡文基虽然说 有可能预令决赛 但是 说实话 蔡文基这个将 一旦进熬战 被压了一血 基本上就等死的 就别人一波的时候 就顺便把你带走了 不一波的时候 你反正就 你就狗着 你也没啥爆发力 混战局 肯定越有 越有爆发力的 武将越有优势 对吧 那我是一个 有爆发力的武将 黄云英 庞统随时可以报 真击国家也可能报 那么 那么对于我来说 你们觉得 打死熊游以后 应该处谁 刚才也问我 连路不要了 因为暂时我也报不起来 我也不想报 我觉得 我其实已经想好了 对于我来说 我自己 他被批死了 好吧 对于我来说 我是个报将 那我肯定也要除掉 另一个报将 首先蔡文基 我不可能去吃 其次 孙奔周太 你半天打不死 他来弄你 然后就是最关键一点 知识国家也是报将 所以这个时候 不能看戏 你看戏没有意义 你看戏 看到半天 你最后还得找个人打 你光看戏 等别人报 反正一旦我报起来 我必打知识国家 而且我要表态 就是我就干知识国家 那么在我跟知识国家 打起来的情况下 别人肯定会选择看戏 就他俩看戏就看 因为他俩不是报将 其实我不是很慌 这种局 就是报将是有主动性的 你看这个牌就直接亮了 打知识机 不用客气 你终归要打的 你不打他 一会儿报了 他就先打你 反正这终归要打的 这个牌 就是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四人军 该怎么动手 这个局就直奔 真级国家 不用想 他们两个人 我觉得大概率会选择看戏 或者说他们两个人互相打 那有朋友说 他们如果来打你呢 他如果谁来打你 你就反手去打他 你就不打真级国家了 好看一眼 这个真级之笔有个bug 就是 就是他会烧条 烧到最后 没办法 好打他 全是顶级组合 蔡文基表示 我也很无奈 你确实很无奈 你这里如果敢背歌 就弄你 就算 就算我不吃菜 我也要 动作全拍上去 恐吓住你 这也动手了 当然了 也没有那么好打 真级国家 没有那么好打死的 这种感觉是 其实在这种局的话 就是你在打别人的同时 一定要 也要想好一些后路 这个桃园开了 这刚才真级有一个无蟹 这里我就没有去交无蟹了 没有意义 没必要交 我觉得无蟹是保我装备的 你回去回吧 反正 反正你 你两血 我也一时半会打不死你 慢慢打呗 耗呗 耗的时间越长 对报教越有机会 钉一下过了 如你所愿 无蟹可击 无蟹可击 真级国家 那我打了他 他肯定就是打我呗 对吧 没什么说了 这里保一下装备 很重要 你看他把无蟹交了 交到冰凉上 其实我是他 我不会交冰凉无蟹的 没一笔 国家有什么好交的 你就等于多过一张被之牌 交了个无蟹 那张被之牌有无蟹好吗 咱们先看看这个 蔡文基和森策 有无动向 这个更新以后 为什么弃牌都看不见了 这离谱 这更新以后 弃牌都好像看不见了 还得看右面出牌记录是吗 好继续打他 这种感觉是 神级国家 目前也没有报起来 他也有报的时候 我也没报起来 万键 现在这个更新以后 不能看那个手牌了 气牌 你会发现气牌就直接气了 这做的 这怎么越更越差了呀 你看那气牌不知道 其实这样给人带来 视觉效果就很差 根本你不注意 根本不知道气的是什么 你还得看右面 这种感觉是 尤其是对旁观的来说 你如果自己打的时候 可能还注意的 你看他气掉一个火杀 由于没有什么牌 所以就忍着 这里我已经输错了 应该是出那张杀流 流那张桃的 你看蔡文基气质一张闪 这牌面上不显示了 我的天哪 代劳 慢慢打不及 不要着急 不是着急的事 五五不想开 虽然我能极致 但是还是开了 其实有点不想开的 这里你们会拿什么 是我一定拿冠师傅 虽然我是黄月盈 但是我也拿冠师傅 冠师傅实际非常关键的牌 第一别人可以压你的血 第二你可以压别的血 这个一进一出就完全不一样 你无中就无中 无中就摸两个牌 反正我必拿冠师傅的 以后可以了 小兄弟 这种感觉 刀也有了 但是你有红沙吗 其实红沙还是挺好摸的 这个时候孙色和蔡文基 都在暗暗的续报 青钢剑来了 这是一个漫长局 大家不要这种局 你如果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你不要一口吃个胖子 没办法一口吃个胖子 蔡文基他虚不了爆了 他就有啥出啥了 他怎么又开了一个万键 新牌队了是吧 怒开两万键 好 这里他远交我 那看来他对我有 他不想系牌 他动手了 决定打真击国家 那真是他的选择 铁刀 那这样的话 很可能这个蔡文基和真击 要形成一个阵营了 对吧 卖血 全红吗 继续南蛮 南蛮你肯定射不死人了 其实南蛮你可以考虑续一下 他可能有九 想把这个手里的九路转化一下牌 果然是给蔡文基了 总得拉个盟友 村侧 当然这回合处于是手牌比较好 忍不住了 要动手了 但这回合就不要初杀了 初杀第一你杀不死 第二 孙策打了他 他现在肯定要去打孙策了 对吧 一代劳 排挺好 而且我感觉国家很害格 有可能 果公 对吧 你孙策动手了吗 我就打回去 那这样的话 如果真击国家 他还是选择乐我 觉得我更凶险 当然这个蔡文基 可能会借这个由头去打孙策 也尤为可知 又开了个桃园 好 孙策表示不行 不能回血 真击国家 不然我白打了 看他会不会打孙策 其实我跟你说 其实蔡文基 是很想打孙策的 绝对很想打孙策的 在他的视角里 黄晏英和真击国家的掐 那没有人帮他打孙策 怎么办 不打孙策 他也赢不了 孙策说你弄我 我就弄你 好 一个对立队 孙策把我放出来了 行吧 你放出来就放出来 这里也没必要 召集贯师傅去贯 慢慢打 暴将就有这点优势 就是我可以 不急 等待一个爆发的时机 弱将就不行 弱将你 你很多时候只能通过虚报 找到就那么一个timing 你可能会很急 有很多时候 因为别人可能会 人家能暴起来 你就会很急 好 他来打我 不想给孙策打绝 行跑来打我 换出阵营了吗 不知道 还是洋装 火攻一下 其实这个三剑两刀 这个慈用剑就用来杀周泰的 呗 我们都是女的 还续报一个 说续报一个什么 藏歌冠师傅 那冠师傅不是五五拿的吗 对不对 手牌不一出就不杀了 没什么意思 哎呀 终于被压血了 打了二十分钟 终于被压了第一血 压了血没有桃源就回不起来了 这个蔡文基呢 打着打着又回满血了 利用几个桃源 下装备 九杀这么狠打 没必要吧 就想压血 一出了就砍呗 闪电 你们会挂吗 我不想挂 我觉得我还是有优势的 我不想挂 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挂了闪电 等于让直人机多摸一张牌 我不乐意 因为直人机是我的理人 我不能让他多摸一张牌 哪儿呢 乐乐 怎么老给我乐住 其实我已经半天没爆发了 疼甲装上 孙策 你奈我何 孙策有火杀 战手牵阳 此龙剑不要吗 要疼甲 行 那表示我没有火杀了 我一会打不穿了 对吧 打不穿怎么行呢 哇 这回合可以爆 但是被乐了 那就算了吧 泪洒梨花钱 情仇随花落 如你所愿 你看之前我那个无线捏的 就把这个 我就江一马保住 江一马很关键 这货又来个简易 其实我总感觉 这货随时可能掏出连弩 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气牌完全看不见 铁索连环 冰凉村断 叛递 又九杀 吃了两九杀 加一火杀 终于打中了 当然打中孙策 你敢吃菜吗 你暂时肯定是不敢的 未来敢不敢就不知道了 好 这个角度怎么又回来了 要动手了 但是万念我不敢开 菜铭机没有闪 那肯定不能吃菜了 逗他 压异学 没啥一刀 这里反正我有闪了 我就没事 清刚 要说你可能顺减一 坏了 有火攻 又要被攻异学了吗 竟然没攻中 那接下来看起来 局面对我跟孙策 是不是更有意义 反正 这种局你就是要选择 对一个 这个 对打对向 这货跑来杀我了 也正常 也正常 毕竟那边都残了 他暂时就不能吃菜 这个牌不要去斗 斗的话 他如果是个杀 自己白掉血 没必要 不急 八卦阵拿上 外面无懈可击 应该是真击的 刚才好像是没有无限 来一刀 八卦阵一装 乐不思蜀 看来真 好像手里 真的是个杀吗 这个时候 菜铭机由于已经易学了 表示你爱觉醒不觉醒 光我鸟是 那孙策表示觉醒 这里雌雄链扔牌 好像都 都没 都看不到 好 那继续拆菜文鸡 他肯定不会吃菜的呀 拆归拆 但是肯定不会吃菜 其实我觉得菜文鸡 可以继续保着装备 手里牌扔 他不会吃的 你这样的话 装备会一直在 这怎么扔 什么牌都看不见了呀 天度了 但是真鸡有无蟹 得骗他 用铁锁来骗 看能不能骗出来 这回合有机会带走 他怕孙策坑他 把无蟹交了 那斗死你了 外面还有无蟹 应该是孙笨刚摸的 那么真鸡率先出局 但是依然没有那么好赢 其实我的目标最终就是让真鸡率先出局 然后蔡文鸡被孙策打到一血 这样的话 蔡文鸡肯定是对孙策非常不满 接下来咱们再转手再去打孙策就可以了 结果他好像又去演教孙策去了 你小子不会又回心转意了 还是怎么着 意思我不动 你来打 你俩厉害 看来蔡文鸡的求胜欲望还是很强的 这里我只能跟孙策去火拼了 只能跟孙策火拼了 但对于蔡文鸡这种讲 其实他还是不是很好赢 因为他随时可能会 随时可能会被带走 这里拿完我开了 我觉得蔡文鸡刚才扔的是杀闪 手里应该是有防御牌的 9 我觉得他要不是个桃 要不是个9 这也开出去 下一刀 乐住 这个孙策什么时候死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孙策说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死 哈哈 蔡文鸡继续看戏 蔡文鸡弃止诸葛连弩 可以啊 人王盾继续保着 有个无气可击 儿等看好了 好难啊 红杀算了给杀他过牌了 你留个闪吧 哈哈 红杀你杀他 肯定杀不死 他肯定 所以肯定是要过牌 这是借刀 他竟然没拍 呦 手里牌挺好啊 竟然不拍的 你就拆 那就把这方面拖了吧 再抱一拨就差不多该觉醒了 嗯 看涅盘了 你想不涅盘也不行 还好还好 还好留两张 不然被他直接打涅盘了 能多拖一会儿 试一会儿啊 作为 作为报将 你涅盘的越晚 肯定越多报了机会啊 现在剩余排91张 又新排队了 哎 这是一个膀胱局 前期好像进行了 很快 后期进入这种膀胱局啊 蔡文基 怎么办呢 只能虚报在AOE 如果我是蔡文基 反正我就留在AOE 别的我也不留 留别的也没有用啊 远将进攻 这是要动手了 好 看起来他有什么大杀器 他准备吃菜了 他准备吃菜了 说明他有什么大杀器 这里直接给我打涅盘 这里他正常应该是断孙奔吧 九杀 那我觉得孙奔这个时候 主动出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个冠师傅就不要闪了 因为在他的视角 他吃了菜以后 这么一打 把我冠师傅 把我压了一卷 我如果反手打不死 他 他直接冠师傅带走我 所以这里孙策 其实已经入局了 但是他倒下了 其实这里孙策 这回合打了也是很果断 我觉得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他这个冠师傅 直接就是南蛮 将冠师傅把我压到一血 我这回合 但凡就一刀打不死他 他下回合冠师傅带走我 假如说 蔡文基断的是周蔡 其实我也未必好打 他能说三仗 只能说这种四人局 一个是报价容易赢 另外你一定要打得非常细腻 不要去非常急躁 大概这么个意思 反正你要有一个自己的核心思路 每个局和每个局当然都不一样 你绝对不能一概而论 咱们再看下一局 这局我跟你说 是你们 你们就选徐游潮批就行了 是我必须选徐游潮帽 我跟你说 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 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组合 变变变 特别的快乐 必须徐游潮帽 我不徐游潮批 咋徐游潮批 一会变出潮批 不像吗 7号 哎呀 这牌倒是挺好 但是没什么防御 上去不卖 容易死 看看能不能快乐起来 跑了 扔了一个酒 一个桃 挺过分的 当然是跑了扔的 这不也不能代表什么 哎呦 这个器牌看不到好难受 这更新 真的是 刘扇 你看他那个刘扇享乐器的牌都看不见 就好像仿佛享乐没有用一样 直接跳起 好 刘扇不好扎往这边 行 不卖 不卖就砍死 别解释 好 砍不死是吧 举这 当场跳楼 跳井 他肯定会反打回去 没什么问题 先乐再放南蛮 防死满意 没毛病 没什么毛病 忘记 刚烈 一气合成 刚烈就不用卵用 流伤全是牌 随便扔 再来一刀 里点手里是啥牌 用不出去 没杀没闪 全是桃是吧 那只能全是桃了呀 啥也用不出去 杰哥 极限操作 杰哥 哎呦 吃令很烦 鲁素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我告诉你 一定不能亮 有朋友说你不亮 你掉血被打死 怎么办 被打死就认了呗 你亮 我就这么说吧 你亮了 一个鲁素 一个马拉 你更大概率死 你不亮 可能他们 猜猜身份啥的 你还不一定死 或者说后面还有什么大国亮 所以这里 真的就绝对不能亮 绝对不能亮 你才能快乐 你才有可能快乐 你要 你看后面不也亮了一个位 那他们肯定会执对位 当然后面还有一些不亮的人 对吧 你还得去猜 这里是绝对不能亮的 你亮了就完了 你这个牌 我跟你说 好 他给卫国打无戒 其实我觉得后面应该是没有位了 群的话应该也没有 群我觉得没什么不能亮的 就是你真的特别嘲讽 还是属的可能性高一点 至于他们怎么读我的身份 那你去读吧 反正也不好读 都有可能 而且这个夏侯烟出来了就太好了 你一出来拉仇恨你拉 反正我无所谓 你揍你俩 一记再连一记 九杀 断杀是吧 断杀出来 该我快乐了 快乐时间到 这个时候 这个局肯定是打后面的一二 找这个鲁素要牌 鲁素肯定没有装备和锦囊 这一二两成基本 准备击杀 因为后面的人是可能有锦囊和装备的 后面没出过牌的 这里肯定是优先击杀这个二了 对吧 这个鲁素是不是周态 我也不知道 所以暂时也不打他了 无所谓了 那看来远交出一个无蟹 刚才是没有无蟹的 那看来鲁素手里刚才是无蟹 直接到后面的 但在鲁素视角 可能会觉得后面人不亮 不让我撸 当然就算 说实话 就算后面是无 他真的改亮吗 他又不知道我的情况 又不知道一的情况 好 这里就是反正带走 这个人去救 人去救有可能是蜀国的 无国我觉得不一定会救 因为二号毕竟没有 那会儿手摆草毕竟没有亮 我只是猜测 当然也不一定 反正他就不想让魏国收 继续齐策 决斗 出奇制胜 非常快乐 无蟹终于交了 没关系 我还有一回合 不要变 因为你还要动一回合了 继续征辟 全抢过来 就是按抢 全抢光 这里把乐拆了 就这回合 反正反正这回合 如果没有拆 我还可以去齐色拆 有拆了就更好 一会可以齐色别的 终归里点乐 还是要解的 因为里点手里 应该是有大样桃子的 小绿瓶不敢亮 虽然当时可以让鲁苏鲁 但是他不敢 就得开代牢 因为那边被乐了 要让里点启动 启动就有可能赢 所以避开代牢 变 你看看 快乐完了 变一个草皮 不批你选草皮快乐 所以反正 对吧 包括我之前我也做过 有寻游变出吹毛的录像 就是大家 真的吹毛就配寻游玩的 是最快乐的 配别的都一般的 这边猛锤 一个烂针机 并没什么卵硬 你看你 你这种烂将你就亮 反正我吃令我不亮 这个人不敢亮 你不敢亮很正常 看看里点能不能起飞 我帮你开个代牢了 你还忘记那么多牌 开加一行吧 你看就是大量桃子 能不能启动 兄弟 有个AOE吗 没有 不过还好 这里刘善肯定是要放权的 他竟然不放权 自己出牌 你可真行 你放黄烟英 你不想放鲁肃 你放黄烟英 黄烟英都不值得放了吗 想查妹妹学历 我靠你这ID 我怎么念 算了算了 我不能念 这竟然不放权 我就发现路人玩刘善 从来不放权的是吧 跟他搞啥呢 这边还真是个数 这里肯定要救的 一会儿骑侧 桃子不能让他守的 这黄烟英 AOE都没了 是没了 没关系 咱们继续 刷一刀 可以开远交 也可以开决斗 开决斗是最正确的 开什么远交 因为这里绝不能让魏严冻 绝不能让魏严冻 然后李脸这里选择反杀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吧 因为他如果不反杀的话 刚烈 刚烈不一定能刚烈中 有可能红桃 红桃兄弟名不虚传 这里不能让魏严冻 因为魏严只剩下了 说不定是马超 说不定张飞了 必须把扼杀在萌芽中 撸的牌还要带走 这么多杀 李脸全是杀 再救一下 闲区终于可以开了 是吧 那满了 可以 这里翻魏素 只能翻魏素 没什么选 黄云英反正抱不起来 看这个样子 也不像能抱起来 是吧 而且黄云英 还有可能被打死呢 卖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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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起来 魏素有逃吗 救一下 不让收 可以 没问题 再代劳 这就是魏国吗 就应该这么打吗 要快乐 有远交 无邪和酒 猜猜什么 猜八卦阵吗 猜八卦阵 行吧 先驱一开 因为他可能会去击杀真机 所以说 此用剑暂时没什么用 张八拿走 刘善你刚才不放权 现在没有放权 机会了吧 现在你想放都放不了了 小兄弟 前夕 坏了 但是他应该不会前夕我的 他判了 他判红可能前夕我 判黑就前夕真机 但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 那就不好意思了 这里 大家看一下 这铁锁 这两个人在铁锁上 他在铁锁上 所以这个 他有真机在铁锁上 所以这里先放蓝蛮 我当时想的是先放蓝蛮 然后给他打个无蟹 然后准备九属性 掏死 把真机卖了 好 交无蟹 这李远可能会觉得很费解 为啥要不让我卖血呢 因为我要 我要九属性了 你还要掉凉血呢 别着急 就当然他如果不死 如果死了 那就再看情况 你看死了 来个铁锁 那更好 更舒适啊 那里可以把真机解了 那就真机就不用死了嘛 那边是不是周太 我也不知道 反正打打看嘛 爱是不是 这里应该 这里可能去杀李连好一点 不过我的牌比较多了 关了就关了 牌少的话 应该去杀李连 李连他不会闪的 带走 这才是美国 变的就是香 看他会不会刚烈我 刚烈我 就卖 翻刘扇吧 因为鲁肃如果真的是周太的话 刘扇放拳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不如翻刘扇 让刘扇的牌度 一会他就不放拳了 我死了呢 就死了 死了就更香 死了不就赢了吗 这个牌 这才是魏国 陶原结议 这个魏杨还真是个张会 给他撸了一手杀了 还好把他翻了 奇色决斗 那个其实是属于常规操作 刘扇直接跑路 跑的那儿挺快 打的不打样 跑的比谁都快 很真实 非常地真实 再看下一句 更新了以后 怎么感觉 各种毛问题 吹毛又来了 但是不好意思 真机吹毛我就不选了 这个选吕范孙奔 或者吕范路抗吧 我觉得 来手吕范路抗 给你们看看 吕范路抗 防御力足不足 一号位 有个盾 可以吧 还能摸两张 铁锁还能换一张 就这样吧 有个无戏还可以 那就挂上扔个决斗过来 除非绿皮 也没什么好打的 谦谦君子 我觉得你是陆逊 不像 扔了一个过差 一个决斗 这种应该不太 可能是位吧 这边扔了一个 顺一个勒不思蜀 这两个都聚老师 你们都聚老师 那人家袁绍就亮 袁绍亮的话 你单亮 你这不能双亮的 你就不尊重恐龙 虽然说现在恐龙不多了 但是还是有的 有路人玩的 尊重一下吧 面对袁绍 这个通常的绿皮都是挡不住的 但是看看咱们能不能挡住 起来好多厉害的呀 曹皮 沙梦哥 他直接把袁绍翻了 没翻6 他可能想的是你再说 我再翻6 他想着袁绍 我必须得把你翻了 渐如雨下 快哉快哉 很快 快难 这边再翻掉 这里咱们出来 反正咱们有点财 肯定要出来了 拿拿拿拿 啥都拿 反正他还要射 拿着牌多 你就不用掉血吧 面对袁绍 我一个陆炕 我不用掉血 我无理 就啥夏家 开闲区 你看一眼呗 你看他有啥用啊 你有打不死他 这种 这个书都要射 这种闲区看 你看一下夏家吗 他万一是群 让他动呀 你看那个三 有什么用啊 看那个三 就是废桃子 一点用都没有 他是什么 都跟你没关系 一个满血的 好继续放 草皮能挡住吗 挡不住了 挡不住了 那就去呗 看起来没啥位 这个五应该不是位 四以半逃尸了 好 咱们继续 恪守 你看好像打着打着 牌也没少 变队员上一队射 你敢信 牌都没少 乌康强不强 他还是个位 他是个位 他不愿意让收 你是位 你保谁呢 你保自己 那你保吧 好 把我吃令偷走了 你开吧 黄桃关羽 山木克 打不到我了 偷我后悔了吧 继续远交我 刚才我没有亮旅饭 因为 我觉得我刚才两张牌 补成三张牌 多一张牌 但是你嘲讽会很高 假如说不是现在这种情况的话 少一张牌就少一张牌吧 会降低很多嘲讽 所以没点财 给你们说一下 因为你点财也就是点一张 多点一张 好 这里山木克被乐住 接下来 袁绍被翻面了 打打鼠呗 这时候倒可以亮了 因为后面有暴降 赶紧过过牌 而且蜀国现在 如果不及时除掉 很凶 这里直接戳涅盘了 不管不管 赶紧戳涅盘 因为你不打涅盘 别人不打涅盘 他那堆牌 中国要用出来的 你看气得 过拆过拆 铁锁 连弩铁锁 牌子很好 刘善 这个刘善懂放权吧 还行 这个刘善懂放权 是懂放权的 好 指挥放权8 肯定放权8 还能放权你吗 除非你是黄云盈 三个锦囊 你肯定看 我 你赶骡子 顺个刀 他说是没过牌 我看他干了什么 赤桃 吴忠 冠石斧 你冠石斧 是后开出来的吗 我不知道 反正你没摸牌 看看双头能搞出什么来吧 反正卫国就这样了 点一下 不能变 因为后面报酱很多 看看双头是什么 并没有天度 天度有点难 马腾 马腾还可以 至少可以补点输出 难满 收骨 你会发现 真的 屡翻路抗 独瞄可太舒服了 毫发无伤 毫发无伤 这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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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神为了占路抗便宜 来砍路抗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 你这里对于你来说 你们对于你们来说 我虽然难杀 但是我觉得群雄这里 没有威胁更大 你们尽早击杀袁绍 他是失王宝 当然有些人就为了马超 他为了打有技能的 他去杀袁绍 他自己没技能 或者杀马腾 他不乐意呗 你关键问题是你杀一刀 占了个便宜 那么问题是 那你队友呢 又就打不死 对不对 你九杀你也打不死呀 对 立功 看能不能带走袁绍 并不能 对吧 你该打袁绍 你打袁绍 过三了 过不了四了 扔了一堆杀 那看看我能不能入局 打到现在 除了马神能刻我 你是神 我认 好两个蓝蛮可能要入局了 你是神 对吧 那我认 厉害 别人 别人真是拿我毫发无伤啊 没办法 袁绍被我射死了吗 还没死 嗯 这个袁绍 还是个问题啊 这里最好是把他都带走 火宫 这个一张牌的 火宫一张牌的容易公众 这里 这里不要去连那个谁啊 就是我跟你讲一下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里一个小细节啊 就是 你正常的肯定是去连这个沙漠哥和这个谁的呃 袁绍了 因为他俩比较厉害嘛 但是你去火宫袁绍可能火宫不中 你火宫马上很大可能能攻中了 他是个方骗 另外的话 刘帅这里放前沙漠哥 沙漠哥挂着四里一刀 也没多厉害 所以说尽量以能收人头为主 但最后你用来个决斗 那就全带走 我赶着两个人 自把马藤烟到一血就差不多的 他俩连手也基本上拿我 好像是没什么办法了 那除非刘善放拳双头 他能放拳吗 你看人家这个红桃 作为刘善一般都没有这个觉悟啊 戳一下 这里你也不用客气了 这种局你肯定要打一群了 你敢先相信一个旅方路抗 活到现在 除了面对神没有办法 别的都轻松化解 好这里刘善不带没上去 还直接把他带走了 我也不知道他还是出于一个什么目的 是觉得能打过 还是觉得赢不了 放弃了 反正你打 你肯定打不过旅方路抗 一辈子都打不了血 快跑吧 真的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跑 连个闪都没有 赶紧跑 这个过差应该是远交来的 反正他肯定用了 做法于良 这面对袁绍真的是 能没事 咱们再看下雨 这个降面的话 我觉得要么选大月亮 选升级国家 不要选黄烟沙漠哥 反正懂了自己懂 你非要选黄烟沙漠哥你就选 我反正不选 大月亮 来吧 左思表演 你怎么啥说呢 你就演吧 祝柔 没有个位吗 万剑 蜀国马赖当万剑 蜀国孟霍 没有 没有马赖 没有孟霍 祝柔你也打 主要是没发现别的目标 所以只能打祝柔是吧 行吧 那你就打吧 一会别人反正也该打你 你这种妖怪 还要开仙区 还要连奴秒人是吧 这是看见啥了 是队友的 还是发现什么秒不了人 看来他是没货了 他说我出手行吧 他并没有去打祝柔 刀挂起来了 这是个什么动作 装了吗 不太像 李萌兽会怪你装不装呢 我先留一波青山在 礼物张任 召唤 那是召唤不出来的 别召唤了 你也穿不了暗枪 我也不怕你 开了个五五 这货拿断杀了 你拿个杀 我玩菜刀都断杀 这里我并没有拿乐 我拿了个万念 反正万念 看情况要不要出来 怎么样的 一会 他说 我不相信你是装的 你开个刀 砍你 穿一心是穿不了地 难道说你真的是鼠吗 也不是胃 那你把刀挂起来 你也不是村上香 搞不懂 其实这里我觉得 他是不是把朱镕 押了一选会好一点 外面有改判 哎呦 这个万念不能开了 有可能有张角 有可能左辞是张角什么 这里就不看了 其实自从 因为第一这个牌比较烂 第二 自从有施令以后 包括有左辞以后 其实自己这笔的作用 越来越小了 几乎就不用看了 大概率都能知道 谁是谁 而且至于我这种水平 就不需要这只笔 好 这边结果出来个假曲 你真敢杀 你不怕他是张角 胆体大 直接开乱了 我有乐还敢杀 你有乐怎么就不敢杀了 那不杀难道掉血吗 然后杀人王吗 人家他不管了 说不定人家不怕了 人家陆迅 飞刀可以 我不知道这个吕布在想锤子 那你想让他干什么 庞神 有没有可能他是司马呢 所以他敢杀 他说没有张鸟 只有司马 你翻 你刀挂下来 你真的是顺上香吗 有这种可能性啊 不能排除 马四飞鸣 枪如霹雳 张鸟 司马懿 也没啥用 不过佐茨这回合没魂 还好 乱舞要去 不知道他藏了个什么匠 好 这边开始文斗 各种文斗 斗起来 赶紧杀了张润吧 不是张润怎么你了 我原来是个话陀 先打死张鸟 张鸟 你是想偷那个南蛮 你知道吗 并不是别的 他想偷南蛮 他想偷南蛮 然后收个人头啥的 看到吗 人家话陀 你其实就受不了 这个旅贩不变 不变的话 其实是周赛的可能性很高 除非他有很多装备 这就是司马上将能爆起来 反正大戴里是变的 补个刀 看看画楼会不会救 反正失调人命 虽然很废 但是值不值得救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你随便 还是救了一下 毕竟是个人 吕王 灵统 那你装备忽悠了 我八卦战也没了 行吧 都给你们吧 减一嘛 三件装备 给华佛留个红 其实 打你朱雪雨战 那你不想给其他人吗 你要想给就可以给卫国 简衣傻的都无所谓 别招唤了 没有 不存在的 过河拆桥 拆掉半王盾 然后就等死 周恩 反正关羽不收他 我就要出来收了 这会儿肯定不藏了 没有藏的意义 结果朱荣表示 我开个桃园缓和一下 怎么样 那你缓和个鸟 需要你缓和吗 给卫国打无血 他觉得卫国是卖越了 不好杀 接下来就是一个 这回合反正手里有万念 看看能不能小抱一番 不能就 这个局关键就是一个节奏的问题了 想着半天还是全拉下了 其实我主要是想空了一个远交 但是算了 空不了 借刀 两条司马懿 代劳 有属性了 当然有扇子 肯定只有属性了 看看能不能一发带走左辞 决斗 火杀 一时两命 这样的话 让这个左辞刷的魂少一点 你如果开OE的话 可能会 可能会让他多刷几个魂 反正他来死了 再说 你一个魂 你到全魂就是你一眼 你不试着就拉倒 自己来开 先开篮板 因为 其实从我手牌来说 三张杀三个闪 那就差不多 但是我还是倾向于先开篮板 因为极致有可能极致到杀 极致到杀的概率比闪的概率高 只能这么说 好带走了 但是这个局依然很难打 因为我并没有后续输出了 并不能打死 我也打不起全英雄 也行不成一个2比2 然后新排队了 那么进入新排队 你就要重新整理策略了 假许的话基本上看戏了 这个局与他无瓜 暂时与他无瓜 你好虚啊 你别虚了 你越虚越是周态 别可是嘴炮了 其实到这个时候啊 我就在想思路 讲策略 策略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我们两个 想直接吹到的三个 是不太可能的 那么可能要把节奏缓下来 就是我讲节奏 那么节奏怎么缓呢 空底 先假装自己不厉害 慢慢打 反正因为因为这个局 无瓜也不是褒奖 无瓜也是慢节奏的 我们就都慢起来 慢起来的话 让贾许写的我们不是很厉害 那么他 就不太会对我们动杀机 不要表现的那么凶残 张牙舞爪 这种局 你这样会让 这个二二一的一很不爽 这个牌我并不想拿起 是你们牛腿会拿锦囊去爆发 但我觉得我不想 当然可以拿个借刀 我这里想了想 还是拿了个借刀 空了 但他那个显示的是有问题的 刚才那个关系 那个八卦是我空的 我就 我这个局想 想好了 就去专门空八卦 这个八卦是我空的 然后去杀这个 灵头 因为刀还是需要的 一个是 刚才我拉下了一张果叉 这个借刀的话 一个是让他杀不了祝荣 另外的话 我可以拿这个刀去杀这个灵头 这个局就打灵头了 不打呂川 呂川你别许了 你许我也不打你 缓住节奏 持续围攻祝荣 反正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现在并不想报 我想到排队里再报 祝荣反正迟倒是死 因为贾许是绝不允许我们做大的 所以 就 所以你也别指望什么 哎呀 我们两个碾压了吴国 一旦你碾压了吴国 那就贾许要出手 你没碾压 他就不出手 这个牌继续拿杀 继续拿杀去砍 空了一个青钢面 并不拉下 记住排队底的牌 就砍一奥吗 我就砍一奥 压血你这边 我觉得砍一奥就够了 控住你八卦阵 你领统就迟早吃吃 就反正准备压血 不理旅贩 拿走刀 这好菜啊 这不拆手牌 旅贩都拿过来账八了 你不拆手牌的 太菜了 二百级的 他可能觉得 哎呀 下不到 我拆了加一 刚从你身上拿了 这样八就忘了 是吧 就不下手牌 菜嘛 决斗 我是不可能用猪子 去救这个猪龙关羽的 不配 因为你死了 还有一个庞 庞德会加入战船 一样 不是这个有问题吧 这改了以后 这都看 这啥玩意儿 我肯定拿了 因为五五的话 都可以过滤牌 而且我很讨厌五五 别的锦囊 我都拉下了 他这个改 改版以后 这bug好烦啊 这就杀一刀就过了 连组扔了 不用还 对吧 看庞德怎么打 是继续看戏呢 还是怎么着 冰一下 好 七杀过 贾许说 我就稍微限制你们一下 我并不想杀你们 你们去打黄鹰 那看看 吴国会不会这么想 我说 我们才不这么想呢 所以说贾许你想多了 你又被 只能说 贾许就没有办法 贾许其实已经做出了一个 非常标准的表态了 但是吴国并不领情 你不领情 贾许就肯定只能把你 灵孔带走了 冰锁 其实我还挺怕 这个庞德的 谋断 计策已失 乐不是普通的锦囊 岩石锦囊 所以就可以拿了 继续空八卦去杀这个灵孔就行了 不需要保 这个时候完全不需要保 你就拖节奏 这局关键点就是一个节奏 拖住这个节奏 让贾许深陷泥潭 我也并不是没干事 我也干事了 怎么我也在砍 我也在乐 是吧 他这回可能要击杀灵孔了 因为你们吴国欺人太震了 可敢挡我 拆手牌 这你不拆装备的 不拆就不拆吧 无所谓了 我觉得你可以拆无流箭 或者拆湿的都可以 你从保护旅饭的角度 就拆无流箭 你从一会儿不让我回去的角度就 这排队里应该是有几个人 有三个机囊吧 目前来说 反正这里就杀 基本我就不拉下 我也不想拉下 果然是周泰 贾许一看是周泰 那就随便 又开个讨厌 又要中树了吗 好 限制限制装备 火一下 装备一挂 行 那你就中树吧 就象征性的 那曹元还挺烦的 看看旅饭 旅饭还是来打我 跟他拼呗 没拼过 没拼过就没拼过 反正我有狮子 我是狮子 狮子能回一学 狮子是一学 猪子是一学 可以了 可以拿 这没什么说 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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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扒他的装备 把他加一把送过来 让他去砍牙去 这笔 不着急 又新排队了 刚才那一波弄完了 接下来咱们再整一波 继续 下一个排队 咱们继续 继续把这个节奏 总之 你可以把节奏进入一个自己的布料 你反正一波爆那么凶也没什么用 对不对 你可以先不表现那么凶 就表现得很弱 因为在路人局往往印象流是特别关键的 你们懂 就路人给你留下这一个武将 他在本局的一个表现 前面的表现 他就会留下很多印象 这个应该是把火弓拉下了 继续嘛 就砍吧 我也不是不砍 这个狮子 我都不着急回血了 迟早能回 而且你三血 贾徐看着也不爽 你就两血 我就两血 也死不了 反正 雨范肯定是能打我就打我 打不了我就去打贾徐 对吧 两边开嘛 左右开攻 这火运气也不错 两个决斗 压不了血 这里是排很烂 但是就继续砍 我也不需要 反正死不了 表现得弱一点 给贾徐一张杀 贾徐手牌不易 除了也不砍 砍了他变身了 所以不砍 不是变身 就点财 变身他肯定不会变 那么 我有九 不慌 好 就砍你 好 贾徐终于掉血了 贾徐掉血了是好事 要崩吗 不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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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所谓 这里带劳道 是可以考虑拿了 因为有点小危险 可以回一血了 可以回成两血了 就你两血的时候 没必要弄十字 回成三血 知道吗 就你一血的时候 你可以回成两血 继续砍 你不过砍了半天 好像周泰一直一个创 就反正 其实这个时候啊 我单挑 旅贩周泰 肯定是我优了 但是我不能主动 去对贾徐动手 所以就等一个契机 这个旅贩呢 有能打我的 还肯定打我 没有能打我的 就砍贾徐 贾徐一血了 不过我觉得 我砍一刀贾徐 贾徐可能死不了吧 所以这回我并不想砍他 而且他必定还是去砍旅贩 还是那个话 那句话 把那个 就拿这些基本 不着急报 你这时候也没什么报的 还行 控制他点财 并不发动 看看什么时候能启动 五星巨蛇 歹劳还是不要 就要这个 就排队里控的 都是那种能极致的紧 这种垃圾牌 直接都拿到手里扔掉 看看他是不是闪 是吧 看看是不是杀 好 挺好 整挺好 你只要把这个比赛 凑入你的节奏 你就很容易 理范也表现得很猖狂 继续闪 这个节奏其实已经很好了 有弯剑了 那可以带走贾雪了 这就当我能稳定带走贾雪 我会带走 那这里带走了 跟这个吕范单挑了 看吕范会不会变身 他如果觉得打不过我 他可能会变身 他选了变身 决定这一回合秒杀我 放手一搏 但是变了一个很垃圾的武将 那我后面绝对不会再给你变身机会了 我只会一击击杀你 不能一击击杀 反正我就在这混着 这里就全打了 不让他变 你也别摸牌 还继续控到排队里 其实这局整个比赛 就是我打了两副排队 这两副排队 完全按照我的节奏走 就是搞了两副排队嘛 基本上我感觉到排队线里的时候 差不多也能打死他 上巴肯定要要的 继续拖着 你反正变不了身 你就单礼拜嘛 无所谓 不可善动 好 五五远交 来了 差不多了 学多火工 带走你了 后面都是进的 就完全不给你任何变身的机会 主要是一个节奏的问题 大家就是 在有些局势要掌控节奏 有些局势要主动出击 有些局势要懂得势敌已弱 战法太多了 熟如孙子兵法 才能从卖鱼的变成 一方大佬 不过确实是这样 你很多 其实国战的魅力 就在于很多兵法上的东西 可以用到其中 你体会 虽然咱们这时候不能打仗了 咱们可以体会这个打仗的快乐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本节目的朋友 觉得up主不一的朋友 记得一键三连和充电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